聽說呢 他們這裡的餐廳有點厲害 有點搞頭 第一次遇到這種 直接在我們現場包的 咬的時候是你會感覺到彈彈的 然後它的皮又很 吃酥脆脆脆的感覺 是雞湯裡面酥一酥二好喝的 真的 我覺得它的缺點是量太少 太小碗了 太小碗了 這是它的缺點 好像他們的主廚有服務過三位總統 各位你們有看到這個手扶梯 怎麼了 欸 有沒有印象 似乘相似嗎 對 之前我們已經有來拍過 李方艾梅他們的吃到飽 這次我們來到他們的三樓 就是樂美中餐廳 聽說他們這裡的餐廳有點厲害 有點搞頭 好像他們的主廚有服務過三位總統 然後我特別查一下說 還有什麼內容 然後我發現它好像是有五間套餐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主供五間套餐 我剛一直在想說哪有五間欸 然後我發現這個價錢 其實跟我們去吃吃到飽 價錢好像也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評估 看看你喜歡哪一種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也不是合作的喔 聽說我們這裡面的燈啊 它裡面不是有一顆一顆 像是泡泡的樣子嗎 沒錯 它確實是泡泡 因為它都是用吹的 所以每個大小都長得不太一樣 真的是人家自己吹出來的 我覺得很酷欸 圓圓滿滿的感覺 然後它一整個 就是非常的低調奢華 因為我們今天是比較早來 對 趁現在沒有人來給大家看一下 包廂裡面長怎樣 這是它們裡面的包廂 然後重點是它的包廂都會有這個沙發 它的廁所在這邊 它是有個人的廁所 然後其實這兩個是共通的 不過它上面有這個可以打下來 所以會變成分隔兩間 也可以打通這樣子 那這是它們的菜單 我們今天會吃它們的平日五間套餐A 那價錢是900元 它這些是全部都有的 那這些都是一人份的喔 然後再翻過來 這個是素食 那這個是套餐B 這些全部都會有 然後價錢就是1280 那接下來後面 就是它們的單點系列 然後這裡還有飲料啊 茶啊等等的 那後面真的是太多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往它們的官網自己去看看 然後還有另一份菜單 如果你剛才平日午餐系列 你沒有喜歡的 你可以參考這些 它全部都幫你搭配好了 然後價錢呢也都不太一樣 這裡背面也還有喔 剛剛廚師他們先把那個片芽 放到左上來跟我們說 片芽這個的故事 然後說完故事之後 就拿去後面料理了 它現在再把我們 包到那個脆皮裡面 第一次遇到這種 直接在我們現場包的 其實我剛剛說的餅皮 它有分兩種口味 一種是全麥口味的 然後它下面還有一個 是三杏蔥口味的 它就是包在上面 所以它的餅皮 本身就會有味道了 它本身的那個肉質的噴汁 因為它的皮很Q耶 就有味道 然後再加上裡面還有一點蔥 現在是有點溫溫燙燙 所以喝起來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它的那個醬 不會夾得太多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它在我們旁邊 就是包好 然後包好直接拿到你盤子上面 就是感覺很有儀式感 嗯 這個呢就是醬燒鴨腿 它是烤鴨二吃的其中一吃 那它跟剛剛那個片芽是一組的 這樣算一吃 那另外還有第二吃呢 就是鴨柳 它這個比我們去香港吃的還好吃 它那個皮有夠脆的耶 而且它的肉超嫩 但它吃起來不會覺得太油膩 其實我覺得我們去香港吃那個港式燒辣 都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結果我來這裡反而更猛耶 那他們的烤鴨呢 其實是可以沾著他們的冰梅醬一起吃的 蠻特別的 它就蠻美的 就是我們沒有吃過這樣子搭配 嗯 那鴨柳他現在吃的就是五煎臭殘壁 它裡面呢有一個叫做港式三味拼 你咬下去的時候很香耶 跟我一般吃到的叉燒便當 完全不是個同的東西耶 這好吃耶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的綿爐燒鴨 那綿爐燒鴨呢 好像做法有點不太一樣 這跟我們剛剛那個好像不一樣 是是是 但是它吃起來一樣厲害 這兩道比起來叉燒再厲害一點 因為叉燒在外面真的是 很難會遇到那麼厲害的 就感覺你叉燒的那種印象已經被定死了 就是叉燒便當 真的不一樣 咬的時候是你會感覺到坦坦的 然後它的皮又很酥酥脆脆的感覺 對 那我們最旁邊呢還有一個川柳海哲 聽說呢它是水母 這水母是不是要很大隻才可以做成這個 那其實呢 如果你是點A套餐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一道這樣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自己評估一下 嗯 這個好清爽喔 它就有點像涼拌小菜這樣 酷酷的 我發現剛剛Ryu一拍那個 然後就沒有開到麥克風 因為我剛剛去拍包廂 然後我請它關掉 所以忘記開了 抱歉 呵呵呵 接下來我們湯品系列上來囉 那阿寬現在喝的呢就是套餐A 它就是麗湯 那我們今天喝到的呢 好像有點類似像雞湯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香菇 它的香菇很大一塊 其實我覺得它這樣子安排 有意思的 嗯 因為我們前面吃了很多片鴨 然後吃完之後 著實有點膩了 直接解掉 非常的甜耶 而且它裡面的料呢 很大塊之外 它裡面還有雞肉 它完全把骨頭拿掉了 是雞湯裡面 熟一熟的好喝的 真的 我覺得它的缺點是量太少 太小碗了 太小碗了 這是它的缺點 但是這個套餐A 它的湯就是不太一定 所以大家可以再問一下 當天是什麼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套餐B 這個真的是太酷了 裡面有一點點的燕鍋 對 它的名字呢 就是金湯燕翼海黃羹 對 它裡面的料 我肉眼可見呢 就是有一個蝦仁嘛 蝦仁外之後 還有小干貝 小干貝玩的香菇豆腐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好像 黃色應該是南瓜 食物你每個都吃過 但是它全部綜合在一起 就是變成新的味道 它這個粉果很特別耶 它吃起來外面 那個有點像是辣碗的皮 然後它裡面你會吃到 那個脆脆的 很像那個豆子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印花生 再來 這個叫做魚子燒賣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你看它的很前面 哇 有個蝦子耶 確實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 那個小軟 這個燒賣大概可以來十個 說鹹 然後又不鹹 因為它的味道很剛好 然後你咬著咬著 會有一些海鮮的味道 它很Q 裡面的內餡 加上它裡面的那個肉 它的肉是非常香的 它的外皮是只有薄薄的一層 然後裡面的內餡很多這樣子 這個燒賣可以耶 這個燒賣好吃 剛剛那個是B套餐的 那現在這個是A套餐的 野菇食酥濃湯 他說它裡面是雞白湯 然後搭配很多的香菇 我覺得還蠻搭的耶 好像是我先經過炒過 然後再給它煮在一起 因為它是有額外的那個炒的味道 但是它上面這個 膠類的味道也還蠻重的 然後它下面還有噗一些絲瓜這樣子 這道我覺得還蠻清爽 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這道就是B餐的 豪黃一品惠海味 看很貼心 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它還幫我們切好這樣子 對對對 我剛才吃它的鮑魚 我覺得它非常的Q欸 而且它的味道很重 很入味 它那個醬汁的味道超重 它是覆蓋著這三種食材 就是譬如說香菇 你一吃進去 你會有那種醬汁味 但是你咬著咬著 香菇本身的味道就出來了 香菇本身的味道很重 它跟我們一般的香菇味道 吃起來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最後就是它們的魚 它們的魚呢 聽說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沒錯 鮑魚也是這樣一整片的 然後除了這些海鮮之外 我們就可以配這些青菜一起吃這樣子 這樣一人份我覺得剛好欸 這個呢也是B套餐的 大家不用擔心會搞混 因為我們在上品項的時候 前面會有A或B 這個名字呢叫做 樹脂刮龍蒸魚鍵 然後它裡面的魚呢 是龍虎斑 搭配旁邊的豆腐 非常非常新鮮 那種感覺 就是你吃起來不會覺得 有哪裡有油脂特別多啊 或者是它的味道特別那個 梅味道或者是比較軟嫩 它就是非常彈性紮實的肉 那它下面搭配的醬汁 我也覺得很好吃 對 它的醬汁是有點甜甜的 就是整個吃起來會非常的 清爽 然後它旁邊那個菜也有做雕刻 其實它這道也不錯欸 我覺得它目前吃到這裡 就是它每一道料理來 我們吃了進去 嘴巴都會發出 嗯嗯的聲音 就是覺得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一道 它就有點像那種清蒸的魚 但是呢它搭配它旁邊的豆腐啊 還有它這個魚本身 兩個口感現在都是那種軟軟嫩嫩 然後又有一點帶有Q彈的感覺 然後配上這個醬汁真的是 太完美了 我很喜歡吃這一道欸 接下來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一鴨兩吃的 其中另外一吃 對 這就是鴨柳 那它整個吃起來 有沒有一種冰層的既視感 它的味道很重 對 鴨果條的那個 它的草味啊 真的是很適合下飯 這個感覺配上一碗飯 應該會給它吃彎彎 那我通常在外面比較少遇到鴨柳 通常都是豬柳 雞柳 對 魚柳 牛柳什麼的 這個鴨柳我覺得蠻特別的 接下來這個就是A餐的 櫻花圓籠蘿蔔糕 它上面呢搭配了一些蝦米蔬菜 其實我覺得它上面那個搭配 就真的是搭配 因為它的本體是蘿蔔糕 它蘿蔔糕超級猛欸 綿到爆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綿密 有點像是泥狀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 味道還蠻重的 但是它那個口感 我真的覺得外面沒有遇過 對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才會說那個蝦米什麼都只配角 因為它的本體很強 下一道呢是B餐 糖醋鳳梨菇老肉 我發現它這個是麵欸 我以為它是竹子 結果它是麵 它長得像鳥巢欸 看起來應該都是類似像 糖醋排骨的肉類 它是菇老肉啊 然後它裡面這個肉 剛剛師傅介紹的時候 他說這是一比例豬 它的酸度比較明顯 就是比較刺激的 但它的菇老肉是非常嫩的 喜歡糖還是喜歡醋 就是看師傅調味的功力啦 就看它是喜歡哪一邊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酸的話 來到這裡你會很喜歡 因為它這個有夠酸 真的欸 那接下來這個是A餐的港式辣味炒飯 哇 我吃到這裡怎麼炒飯還有啊 那我覺得它這個吃起來呢 它上面的辣腸味道非常重 它只要一小塊 你就可以遍布你整個嘴巴 它的米飯是 粒粒分明 油亮油亮的那種感覺 嗯 眼睛肉眼視覺會就是說 嗯 它是滿亮的 但你吃進去它是一個米飯的香 就是炒飯該有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 就是小小的剛剛好 這個塔香芋頭酥 看起來也太精緻了吧 它是一隻鵝欸 長這樣子 我還真不知道它叫芋頭酥欸 對啊 它旁邊那個一絲一絲的是什麼東西啊 喔 好酥的感覺喔 可惜啊 我是不吃芋頭的 它吃起來比較不是那麼完全的芋頭 其實它的料感覺味道更重欸 跟你想看的不一樣是不是 差很多 我覺得我等一下要先去問一下說 那裡面是什麼 好 我現在腦海裡面沒有那個詞 因為它說它裡面其實包的是鴨肉 鴨肉配芋頭啦 哇 太特別了 然後它外面只要用特殊的工法去炸 把它炸成像這樣子酥酥的樣子 因為我剛才這樣子咬下去 真的有好幾層 千層酥的樣子 我覺得很酷 妳現在在玩它的頭嗎 我怕它脖子會斷掉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套餐B 最後一個鹹食了 它就是雪菜鴨絲炒米粉 炸菜的味道很重 但是它搭配的那個肉絲就是鴨肉 然後一般都是使用那個豬肉絲嘛 然後旁邊還有一點小香菇 其實我覺得這倒有點像是家常菜 就是可能你去吃榨菜肉絲麵你就吃得到了 不過我覺得它每一個套餐裡面都有放一個主食 然後份量又不會太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跟我們一樣 一人點一種套餐 這樣子兩個混著吃 你會吃到好多種菜 對 就是一個A一個B交換吃 一個只要900塊 一個只要1300 加起來跟樓下差不多 好酸 現在阿寬喝的是何時甜湯 它是B餐 那我們今天喝的是椰子西米露 很椰耶 而且它是冰的 非常純正 酸 那另一個我覺得它看起來好漂亮喔 它是套餐A 它叫做海洋茶香豆 喔對了 就是剛剛那個西米露 它是不一定的 它是依照那個時效性的 所以大家來可能不一定會拿好它 沒錯 不過這個呢就是固定的 非常高尷 因為它剛剛在介紹的時候 它說它這個上面藍色的是 蝶豆花 蝶豆花加上那個蛋白 蛋白做得很像海浪 然後它其實下面還有一層白色的 它這層是牛奶 看起來很像果凍的樣子 對 它做得就很像海洋 那它外面那層呢 它說是水果 外面這個喝起來有點像菊花茶 然後它有放一些水果的成分 所以我覺得它本身那個茶凍 欸 我本來這樣說沒味道了 但是我要說的時候 它就有點花的味道 在嘴巴裡面的花香 但是這樣滿特別的 然後它那個蛋白沒什麼味道 牛奶也沒什麼味道 我覺得光是視覺就很加分了 這個我覺得很酷耶 就是你會 很多東西在嘴巴裡面 然後味道很多層次的那種感覺 那這樣子我們套餐A 是900元 從頭到尾 然後甜點是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好的收尾 我覺得它吃到後面 就是你放完然後我已經吃完一陣子了 它嘴巴散發出了那種牛奶的味道了 就是我最後的味道居然是牛奶 一看它就是檸檬味 然後加一點花香 然後吃到後面會有那個水果的味道 水果茶的味道在中斷 然後現在我已經全部結束了之後 是那個牛奶的味道 那我其實沒有吃到什麼奶味 後面後面後面 奶味在最後面 其實我覺得吃到現在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一個 很隱密 然後很像一個商業聚會的感覺 很有質感 對但是實際上我花了 大概不到1000塊 我就可以體驗到這種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價位 除了這些菜色滑得來之外 你本身的體驗也算是一個消費嗎 就我覺得如果有朋友來到台中 你帶他來吃這個 感覺不會丟臉 然後他還有其他五種套餐 你也可以從中去選擇 那套餐真的很多 我們今天是挑最便宜的吃 然後就是那種商業午餐的 我們會把今天的品項 就像A套餐跟B套餐的品項 全部放到螢幕 幫大家整理一下 你們可以直接看這個畫面 看了就可以看到它全部的菜色 然後它的價格 然後你再依照菜色 去對我們前面的影片 這樣會比較快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後天再見啦 拜拜 拜拜